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在东方经济论坛 俄罗斯的女主持人 她主持一个论坛 普丁就坐在旁边 这个女主持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她蹦了一下问这个问题 如何让中国企业留在国内 而不是来我们俄罗斯 然后连续问了两次 然后这个普丁就看起来脸色有点变 他就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挑衅性的问题 就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 大家说这个女主持人 智商不在线 智商不在线 但是当然了 他这样问普丁 有普丁亲自去把这个问题打断 阻止了这个尴尬的这个场面 西大使觉得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个女主持人问题是 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 有很多的这种顾虑 你知道俄罗斯它远东地 俄罗斯这个国家人口还在减少 它这个每十年一次的这个人口补偿 人口都减少 而且俄罗斯寿命也不长 因为他们这个酗酒蛮严重 所以呢尤其他们现在这个 这个在远东地区的人口 锐减很多人也都离开了 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艰苦的 尤其远东比较靠西伯利亚那边 那个是酷寒的所以人口在减少 那它留下来很多耕地 事实上它过去很多年已经开放这个 让这个中国大陆农民去承包 承租 然后在那边生产 可是呢这个部分就跟当地人 已经有一些冲突了 那当地有一些俄罗斯的民主主义 可能他们就不想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地方如果开放给中国大陆的农民进来开墾的话 那就会变成怎么讲呢 中国大陆就是人海战术 因为沿着这个俄罗斯远东的边界 中国的人口远高于俄罗斯的人口 所以你主持人也不是无地方使吗 它是代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一个想法 而且现在这个等于说 俄罗斯把整个的这个市场 向中国大陆开放 那向中国大陆开放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俄罗斯人事实上内部有一些担忧 更不要说远东地区很多领土 过去是属于中国的 一个爱魂条约 一个北京条约 一个天津条约 那北京条约事实上上失了领土 中国上失领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他提出来 可是普丁不愿意去打 可见普丁事实上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 而且现在整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关系 是俄罗斯所求于中国大陆 远多于中国大陆所求于俄罗斯 那像这个西伯利亚二之星二号 这一条契款一开 5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每一年 这个直追北溪二号 北溪二号一年才55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所以一条西伯利亚二之星就可以把 被炸掉的北溪二号的损失就拿回来 所以呢俄罗斯急于找到他这些原料的出口 那希望中国大陆 另外方面俄罗斯现在这个很多西方的厂商都撤出来了 所以他的这个民生工业基本上都靠中国大陆 对所以你主持人的提问反映了这个民间的某些想法 但是你看到普丁的这个打断的这个动作 显然他并不想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 去直面这个敏感的一个问题 而且普丁应该是不同意 对那金大使你怎么看待 就是当初在土耳其双方签字了 你知道当时的签字内容会是什么 所以普丁显然就说我们现在可以谈嘛 我们怎么谈呢 就谈基于当时的这个协议 所以当时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当时已经达成协议了 什么条件 就是原状停火 但当时的原状比现在的原状 对乌克兰应该好一些吧 你要知道当时俄罗斯只是撤军 对嘛 他没有在这个东线 占到另外这个扎波罗热 跟这个另外两个州的土地 都没有拿下来 那么在这个顿巴斯的这个战争 事实上一直拉锯战 2014年开始就拉锯战 可是这个协议 乌克兰单方面撕毁以后 俄罗斯就大量禁军 目前占了这个克里米亚以外 一共占了这个乌克兰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现在这个就是新占的土地 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普丁他讲这件事 就是说从这边开始 就是当时签字的这个条件开始 那么并不表示他会从他已占领的土地上 再撤离 所以如果说是当时就停的话 那乌克兰的损失会小很多 会小很多 而且不会把他国家现在打成一片废墟 但当时主要是英国 英国 英国应该是传达那个 拜登先生的指示吧 因为对美国来讲的话 这千载难逢的 就是说找到一个代理人 一个傻瓜代理人 然后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 跟他的实力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又让拜登梦寐祈求从政北约 让美国藉由北约在主导欧洲 让欧洲群雄听命于美国 就是现在的局面 就是千载难逢 弧化了北约 对北约 另外一方面把整个欧盟边缘化 现在在欧洲大地上 最嚣张的一个国际组织就是北约 那整个欧盟现在怎么讲 现在摊在地上 然后呢几十年的这个整个的整合 这个努力 现在不倒退就不错 对所以现在已经2024 你看到乌克兰的惨状 几乎男人全部被打没了 所以如果是当时的话 不会这么惨 但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好军事的部分 我请教一下李将军 讲到北约 北约秀肌肉 两架来自德国的这个飙风战机 被拍到出现在美国空军基地 携带了最新型的核弹 那这个部分 李将军觉得怎样 细思极恐吗 还有一个好久不见的亚素营 又发布了讯息 七名人员阵亡 那大量的兵员消耗在这个库尔斯克 导致亚素营第三突击队 在这个参与反击战的时候 伤亡极惨 好以及还有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九月七号美国CIA的局长 跟英国最高的这个军情投资 在伦敦共同出席一个活动 英美的最高情报投资 共同出现算是蛮罕见的 这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美国 为了替换假想敌部队的这个 老师大黄蜂战斗机 盯上了希腊空军刚退休的F-16 美国要跟乌克兰去抢 这批二手的F-16 就让大家有点脑筋转不过来 你知道吗 F-16不是美国的吗 你不是可以用新的吗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 我们看到军需上的一些这个窘境 还有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刚刚下台 就去接受了波兰媒体的采访 这个采访的信息含量起大无比 他以前当外长的时候不能说 现在全说了 他说基辅每个部会都陷入了 腐败的泥潭 他们每个人都是吸毒者 这是一个形容词 你想想看这个乌克兰在过去开打情 就是整个欧洲最腐败的这个第一名 后来泽伦上任以后变成第二名 也没有比较好 那到现在还是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核战会不会打 真的是我们不要认为说 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德国的这种狂风战机 他带着核弹在那边威胁 然后我们不要忘了前两天是 普吉尼在那边说他要修改核规则 对不对 其实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形 我们真的是不要掉以轻 认为说是核战就不会轻易开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它的封一 by 榜rup 这一切跟我维持